Hello大家好,这里是穷顶 大家好,欢迎来到穷顶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照顾好剧的朋友 杰米开始花钱去漏店买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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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古生物可能存在了数百年 也可能是数千年 原本上帝是想要把这个发现告诉科学家一类的 却遭到了杰米的阻止 两个人争执中 上帝不小心掉了下去 最终死在了这里 杰米非常的难过 可以说上帝他很喜欢 也不希望他真的死在这里 但自己做的念也没有办法 父母得知保姆失踪了 急忙赶了回来 警察询问杰米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这类话语来弹射 虽说警察发现了阿比盖尔的自行车 老太太的轮椅类的 但他们找不到谁才是凶手 这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杰米坐死的将绳索丢到了坑内 让怪物出来 他觉得自己要离开这里了 无法再照顾他们 更是在这里看到了上帝的鬼魂 毕竟上帝的死或多或少和他有关系的 如果不是怪物逃出来袭击其他人 估计警察也不会发现这个锯坑 更不会填上他 当杰米离开家 来到了奶奶的家里 见到了另外一个奇怪的女孩 爱丽西亚 可以说这个女孩就是另外一个杰米 他带着这个表哥去看他的秘密 而这个秘密不就是另外一个大坑吗 杰米最后被推到了坑里面 看完这部电影 我觉得坑可能只是一种隐喻 杰米父母的不陪伴 外加其他人的嘲弄 最终让他变成了一个怪的孩子 而坑和那个会说话的泰迪 其实是他内心中不正常的一面 那个坑如同内心的阴暗面 最终会吞噬掉他 至于三弟本来应该是他的希望 但因为陷入坑太久 最终再也爬不出来也回在了坑内 所以陪伴真的很重要 至少杰米的父母做的不够好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